說到12月26日的賽後重點報告的第2部份的第七場 第七場有很多馬跑的,有很多有實力的馬 但是跑回一些都是近來跑得好的,不過這場很多馬都跑得好的 超好日子,出閘就晚了,第七場 日就月將,起步向內斜跑,跟機械戰士互相撞 在外面出閘的年年閒運,安逸寧靜和博愛有威在馬群撤進去 跑到1100米,機械戰士開始難以穩定走勢 這是戰士來的 按手和向外斜跑 因而和快步速互相撞 接著機械戰士的遇風超影就要立備 賽後潘頓有些事表示,潘頓說年尾 表示機械戰士早段難以穩定走勢 在末段不能以更勢的衝刺 縮一縮,這麼多對手 轉直路彎,電訊火箭在瀟灑王子後面困境 當時瀟灑王子受吹賊保持位置 入直路,連連閒運,收慢避開超好日子的後題 當時超好日子向外移出望空 去到350米,機械戰士被超好日子撞 當時超好日子移到快步速的外面去望空 跟著超好日子的快步速 外面充分確立跑線 超好日子和機械戰士在短途程上 在快步速和御風超影之間逼 去到200米,電訊火箭在安逸寧靜 和海島才子的閘位跑 當時就立備了 電訊火箭就立備了 當時海島才子移到渺渺精彩的外面 然後稍微向外斜跑 連連閒運在150米都不能夠望空 所以沒有全力思維到 去到終點,海島才子又收慢避開安逸寧靜的後題 當時安逸寧靜向內斜跑避開連連閒運 連連閒運又受困的時候又向內斜跑 瀟灑王子在直路上已經轉躍,包美大敗 小組認為是表現難以接受 瀟灑王子要試穿核格才可以再次出賽 賽後蘇冥倫有些東西表示一下 關乎這隻本來都跑得很好的海島才子 現在跑過第11名回來 他在直路早段移入來蘭之後 蘇冥倫覺得坐騎應該可以在末段勁勢 但是呢 不能夠就這隻坐騎就令人失望的提供任何解釋 今天蘇冥倫也有很多東西說 獸醫立即檢查海島才子又沒有明顯 哎呀,雷文選那些馬又一隻 電訊火箭 軟鱷又持續移位 沒得撐 今天跑回來贏馬那隻 別人縮他不縮的三元蜜路 十倍恐怖的聲音就贏兩個馬位 保羅成泉遇到他都馬運行 蘇保羅今季有幾隻轉倉馬 真是越跑越進步 前面已經暴促 已經叫做第3段晚 他交回末段贏出來 真是頗有說服力 至於保羅成泉 又遇到一隻這樣的東西 跑第二 日就月章終於就能跑回 跑入位置 可以跑到第3 不用緊頸4 呂建威今天那些飛數的馬 這隻超好日子應該叫最好的 還有一隻全城好一點 這隻超好日子也叫做跑回第4 快步速跑第5 殺到第8場 這場水蛇春那麼長 馬就少了 但是智就多了 那隻延遲報名加入的勤德兼備 砰一聲 弄個58倍出來 真是傑傑傑的 喜連其聲 高冬離出閘昂首 喜連其聲 何澤野 開閘的時候就昂首 欣怡失地 喜連其聲要細試雜才可以再次出賽 何澤野報告 在這件事喜連其聲昂首撞到他的面部 賽後就經過獸醫主任檢查 不是 是獸醫醫療主任檢查 首席認為他適合理行拆騎聘約 獸醫說何澤野不通 安彩起步失踢向內斜跑 搞到勇猛神區翠狐飛鷹都受擠迫 創意天才跟銅龍光彩約出互相撞 去到1800米安彩又收慢 避開創意天才的後體 當時創意天才 沒有充分帶來向內移入 小組告解拉縮 轉換跑線要加倍小心 本來買500的現在加倍小心 去到1800米同龍光彩又收慢 被勇敢神區過頭 是收慢給人過頭 去到1600米勇猛神區收慢 避開天池季合後體 昂首難以穩定 去到直路灣天池季合 在創意天才和勇猛神區之間緊迫 當時創意天才移到安彩的後體外面 而勇猛神區迅速推進到天池季合的外面 在這件事 天池季合和勇猛神區互相撞 沒有了平衡 勇戰神區有另一隻神區 兩次都一起報名 大家都明白的 大家一起去玩21點 只有幾個位 三個色的一起坐下去 你說做什麼 勇猛神區在直路受困 不能夠望空跑到150米 在這個時候 移到天池季合的裏面去推進 讓人查詢一下創意天才的表現 一一一 今天有個全才爺 背背背的 創意天才再背背 莫雷拉找兩大高手來背 蘇敏倫背一件 莫雷拉是另一個高手 背多一件 創意天才 坐騎 居於領放馬精神威的外面 在早段走勢盡 但是在對面直路 當安彩移到座騎外面 座騎就開始搶口了 和馬房 移到那裏就搶口了 然後不能夠穩定的走勢 他說 去到900米 就被安彩過頭 不是 座騎開始搶口 他說在900米 被安彩過頭 創意天才 偉達馬房 給另一隻偉達馬房的安彩過頭 他說是搶口 持續搶口 直路早段 吹拆是略有反應 大大力都是略有反應 應該沒什麼忍 其後在最後200米轉弱 受醫報告 發出了呼吸聲 解安刺時發出呼吸聲 難道不發出呼吸聲是正常的嗎 是不是發出異常呼吸聲 還是發出呼吸聲 唉 內窺鏡原來有很多談 給查詢的時候蘇敏倫就表示一下 今天蘇敏倫是紅人來的 不是馬場 是言訊室那裏很多很紅 蘇敏倫他獲得指示 被安彩在第二碟的位置遮擋 他說座騎起步又失踢 然後又恢復走勢 前進佔到相對較前的位置 是相對什麼較前 相對較前 相對前那場馬 相對現在哪一隻馬較前 相對較前 相對什麼才行 我相對上一餐來說 不是 我相對來說已經吃得飽了 我相對哪一天 吃哪一餐 相對什麼 他希望可以在這個位置向內移入 找遮擋 蘇敏倫又說 由於早段的賽事步速是普通 他不能夠向內移入 放在有遮擋的位置 因此他就被座騎上去 向內移入就超越了創意天才 在900米的時候 在領方馬外面的第二碟 蘇敏倫 座騎在直路的時候要撞他 直路上已經是退了 一堆下去就退了 表現令人失望 今天你都很令人失望 蘇敏倫 他認為 事實上 座騎早段和中段 消耗了很多氣力 才靠到內蘭的位置 是座騎表現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 蘇敏倫的專業意見 獸醫檢查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安彩是熱門 小組令人的表現 難以令人接受 要試掣 才可以再次出賽 贏了馬 是延遲報名加入的 勤德兼備 空一聲 58倍 天池貴俠 只拿著勁勃的賽職 連續幾場都再加 交出來 精神威又久違的上名 喜連其聲 高東里 一出閘又撞到 何宅堯的頭 秀醫又說 何宅堯你的頭沒問題 上場 跑回第四 第九場 第九場綠色有運 出閘一般 逍遙自在 在千一米走外疊 沒有遮擋 末段 大道致政 在逍遙自在 後題外面困境 受阻 當時逍遙自在 向外邪跑 小組告解 梁家俊 要這次 比這隻馬要跑得更加 直一點 不要撒來撒去 讓人查一下 有關紅運大師的騎法 短途都可以放在前面 是不是 放到 跑一六五零 現在 查查他 紅運大師 彭國年 今天出足十場 法蘭西騎士彭國年 在大外檔出閘 珍呈到千六米 彭國年是這麼說 他說他又是大外檔 又要珍呈到千六米 他收到一個命令 早段被座騎是放鬆來跑 不要消耗座騎的氣力 他說 座騎在開始的時候 一開閘的時候 頭又向左邊 轉左 繼而出閘 又笨 因為他就立即 被座騎在馬群撤進去 找回遮擋 彭國年死不斷氣又說 在座騎首次轉彎走大外疊的時候 他進一步收慢 被靠著內蘭的位置 紅運大師 因移居在教賽前部署更加後的位置 他又再說 由於入直路的時候 座騎移出外疊 即是移去外面 座騎開始就追了 在直路上衝得夠更 小組要求廉馬師 澄清一下馬的拆騎指示 聽完彭國年說話之後 小組就覺得不夠猴 蔡若漢下場買什麼 過來先 說一下 待會那隻行不行 美場那隻至尊高星 小組就叫蔡若漢來澄清一下 他說 他認同自己曾經要求彭國年 被紅運大師放鬆來跑 他覺得座騎本身的前速 是足以領先 或者靠近領放馬 即是他 讓他放鬆 因為他覺得紅運大師本身 前速是可以放的 千二都可以放的 或者是靠領放馬 他對這隻紅運大師 居在這麼後的位置 都感到驚訝 哎呀 有鬼呀 放這麼後的 撞鬼咯 小組考慮過 彭國年和蔡若漢的正攻 接納了彭國年 或者 真是沒得撐 他現在 接納彭國年的正攻 或者是誤解 蔡若漢的拆騎指示 即是你有沒有誤解人呢 我是知道的 你可能是誤解了蔡若漢的指示 有什麼證據你覺得是誤解了 人家蔡若漢都已經這麼說 你 是 覺得 人家誤解了指示 所以就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哎 哎 大家自己聽上去覺得怎麼樣 這隻雄運大師 後上就跑第六 輸了四個多馬位 人家有沒有誤解呢 他自己也沒有說 但是現在他 寫一個報告就這麼說 你是或者誤解了 所以不採取進一步行動 合不合理 各位自己想想 蔡後潘明輝又表示 錶芝銳在早段中段 在包廂位走勢夠順 但是在直路彎的時候又脫了口 今天這隻多少倍 5.7倍又是一隻熱門的脫口 沒段不能勁勢充斥 表現是令人失望 獸醫立即檢查標之銳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熱門經常脫口 永遠都聽不到有些冷門馬脫了口 在報告那裏有話說 是不是冷門又不會脫口 還是脫出口必定是熱門的 真的不懂研究 同樣在賽後 何宅堯表示 好鬥心直路 發出很大的呼吸聲 由於坐騎200米已經沒有了真軸的機會 他就被這個階段收拔好鬥心 過終點的時候 就馬上下馬 獸醫立即檢查好鬥心 汇染持續又被覆蓋 冷天冷 蓋好喉嚨 不要凍傷喉嚨 幫我蓋住汇染 天氣冷 好鬥心包美大敗 難以接受 試擇合格才可以再次出賽 仗耀 高冬來另一隻傑作 600米已經是隊了 獸醫立即檢查 但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黎紋那隻風煙四起 為何會這麼後上來 跑得過第四 雷文的緊頸四 其他的大道指聲跑過第三 王浩南也差點開齋 今天算黎凱榮之後 差點一點 如果不是遇到這個黎地 前的王 蕭瑤自在 今天這個聖大江輝可能89倍 開齋 今天的賽事真的好玩 說到第九 第十場 今天十一場 精彩勇士出閘 跟蒲俠超德 又蒲俠超德 又蒲俠超德 好像CPU 又超德 去爛貴方又蒲俠超德 互相撞 電訊超班 出閘 再大大突然有巨額過關 披屎非 現在跑過第七 輸四個馬位 看起來也有些道理 時時精彩 出閘一般 今天 健康又受傷 又初出 又沒跑過 給你看的複日 只有1.9倍 你不在這裏 雷文就發財 薄你 薄你腹善不在這裏 複日也不在這裏 但博不過 不要搞 那些票真是噴 雷文你不要經常博這些 跑到500米 2345 回來了 陰宮 四重彩 跑到200米 量化寬藤 在時時好彩 和全城之間 擠迫 立備 當時時時好彩 被平海掌聲稍微 帶去旅跑 全城嘗試在電路7號外面 保持位置向外斜跑 電路7號 在全城之間緊迫之際向外斜跑 小組就是捏著下巴說 我考慮了所有的情況 所有情況 天氣 濕度 你們怎麼跑 騎士怎麼調動 你們怎麼走位 我都考慮了所有的情況 小組嚴厲譴責蘇冥倫 問完然後又譴責 告誡他 要小心拆騎 這個全城 在350米 露露之星 雷文看到露露之星 在後面 塞塞塞塞 頭都痛了 拉縮 自從拉縮做了騎士王之後 就沒有一隻鏟進來 是美場那隻鏟進來的 是美場那隻鏟進來的 咳咳咳 沒辦法了 被蘇明龍和拉縮 這些精彩的發揮 唉 這麼精彩的報告 露露之星嘗試推進到 精彩勇士外面 當時空位又不夠 露露之星期後就收慢 風煙四起 緊頸四 苗麗得 露露之星緊頸四 苗麗得 苗麗得幾隻過關 一個圓那麼大把 今天全部都緊頸四回來 呸都撻了 移到那隻馬後題裏面 露露之星收慢 再移到後題裏面 同樣在350米那隻又浦德又超德的浦俠 超德向內斜跑 因而靠著萬眾力德後題困境 當時萬眾力德 在吹策之下向外斜跑 去到300米 全城和時事好彩都在電腦7號和平海掌聲之間逼 當時電腦7號向外跑 而平海掌聲就向內跑 在萬眾力德中望空 複日和平海掌聲抽樣檢查 這隻平海掌聲如果不是遇到這隻曾經贏到掉了的複日 不是說贏掉了 他是按住回來贏一多的恐怖 贏幾個馬位不是很恐怖 今天那隻果然有贏幾個馬位 他是按住人家贏幾個馬位的複日 唯一落敗的仗是雷文拼他千四不行 選了爆鬚那場 那場就拼到他不行 今天想拼多一次 高柏山說不行 複善已經輸了 馬主炸營 複日不可以再輸了 再加上明月千三不知道會不會 平海掌聲交回他的水準 如果不是今天蔡若翰就很遠 跑第二 全城跑過第三 露露之聲 塞塞塞塞塞 跑過第四 至於萬眾力德 上次雷文已經重錘 被拜杜擺前走 輸了 今天 再拼多他一拼 幫我跑第五回來 這隻馬有得跟的 我自己覺得 經常跑 今天又試擺前 那天季初那兩場在後面 衝 那一場 擺前 今天又拼前回到來 你如果掩住了那隻超班複日 路程專家的平海掌聲 他在這裏 已經產了入四甲 不過你遇到這些就沒話可說 馬會一年一度最後一場賽事 雷文賽後報告都在今年裏作最後一場 買大一點 薄外之光約出張頭鑽質向外邪跑和宜春輝煌撞 一鋪中環大外降出雜笨在馬群撤入 跑到1200米新境界向內邪跑避開宜春輝煌 幾里紅星在900米走外跌 沒有遮擋 不要放了 又放又抽清你 就只會搞 上次又外跌留 這次不放 這次如果放的又問過 不過小組沒有那麼多記性 都是留啦 不要搞那麼多啦 沈澤成 免事啦 薄外之光在800米收慢避開赤火囂龍的後題之際向外邪跑失地 入直路 繽紛遊戲將頭轉側 向著外面的新境界後題邪跑 當時新境界就已經退了 新界知聲退了 新境界都要退了 繽紛遊戲因而立備和失地 250米爆蘇向外跑 阻止赤火囂龍和薄外之光 你贏過福日的 福日剛才也贏了 爆蘇 應該你也贏了 爆蘇向外邪跑 阻止赤火囂龍和薄外之光 薄外之光在 接近150米的時候 趨拆走勢自亂 向內邪跑 和撞到赤火囂龍 赤火囂龍沒有了平衡 薄外之光持續走勢自亂 過到100米急速向內邪跑 再阻止赤火囂龍 蘇明倫一會兒說 捷步為何騎到好像沒有龍 那條龍是喝醉酒的 不過是關於馬事 捷步在150米處時 過到100米是兩度動作失去平衡 是不是只是按下一個眼罩 搞成這樣 還是困在內蘭 不知道怎樣 那些動作 撒來撒去 看到蘇明倫一騎下去 馬立即撒了 雷文的心都撒在一邊 不只是撒 只是在 朗下朗下 末段怡春輝煌受到家應徵彩,當時家應徵彩向內邪跑 然後修正,小組譴責莫雷拉家應徵彩,有個批給你好好的 黃恩大赦 沒有被力拆到終點,家應徵彩 新境界鮑美大敗,難以接受,事襲合格,再次出賽 發現新境界不良於恨 賽後蘇明倫又有報告 報告一下,蘇明倫馬場是否紅人,我不知道 言順小組,你是首屈一指的,蘇明倫 你是帥哥,小組也想找你簽名,又帥哥又帥哥 節報說早段,中段,沿途是過於搶口 不知道關不關那個罩事 有時候也有,未必一定是良性作用 想著加個罩跟前一點,對呀,跟前了 但回來後撒下撒下又搶口 末段就不能夠勁勢衝刺 然後兩度失去平衡 秀衣立即檢查繽紛遊戲,同一號中環,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快樂奇奇,今天又不知為何又改了跑法 上次已經很厚地追上來 今天又不是,又擺了前 但他又沒有問他為何你今天又擺那麼前 如果你擺前一點,馬可以快一點,擺前一點也沒有錯 但你看看步速,好不好 第二段是21秒1,大哥 哎呀,這些又不問的,是不是不夠人手 那些好像踢球那樣,人盯人 你盯著他,你盯著他 如果你盯著他 有威脅性那些,找三個人一起夾擊你 好像踢球,開頭是人盯人 如果你是強勁那些,轉身又快,踢球又厲害 扭得好像水蛇那些 就找三個後衛一起夾擊你 馬會是否不夠人盯人 現在,不單止要人盯人 要三個夾一個才能搞定 你上次才流後衝上來幾百倍 你今天快步速放在前面 是不是跟上次跑進來的,違反了那隻馬的性能呢 現在跑第幾呢 跑第幾呢 跑第幾呢 那這些為何不問呢 很奇怪 贏馬的就是自尊高星 那些明月輝煌呢 上次看他有些屁呀屁呀 今天呢 竟然這麼快步速 他又不是說很後賺的 也叫做 守住個位應該也有少少少少步速 可以跑到第二 這隻馬又沒有屁了 家應精彩跟了快步速回來 就捱過第三 上次那隻健康美麗 才是跑平海掌聲那一場 都跟大家看他追了一段很厲害 那為何他今天不報那一場呢 上次一千 今季這隻馬又報快活谷 又報直路 今天一來到 潘頓十二檔 見到有十九倍 那究竟是這麼笨有十九倍 還是十二檔 連他都沒有信心的十九倍呢 引發很多遐想 那終於跑過第四 今天講的賽後報告 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